六伤封室 血统疏疑 每一任清海公 都会成为帝王家的半戏 咬一口 怎么了 不敢 不知从哪一年起 我再也不会感到疼痛 再也不会流血 你猜是为什么 你猜是为什么 这六百七十多年来 没有一任清海公可以得享天年 战死 病死 毒死 溺死 累积而死 暴毙而亡 四庄千计百态 满门的孤儿寡母 无论 直遇方矢 本不是战家 六伤方矢 血统疏疑 每一任清海公 都会成为帝王家的半戏 你是在撒谎吧 他不是你最亲近的人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呢 你以为朕有的选吗 当年一王之乱 大阵遍体交土 方氏敌传血脉 只剩下建明一人而朕 朕是 唯一可以登大同的王 建明他为了守住朕 守住大阵 守住因为战乱灾害 而备受灾后的百姓 他自愿成为了朕的百姓 他会走到如今这一步 全是因为他想守住的太多了 忘却了自己 难怪 难怪他的身体 好算得如此严重 陛下 该上朝了 要不然贵贱的大臣们 怕是撑不住的 方海事 你以后想怎么样 朕现在不想知道 朕只问你一句话 你可还在乎建明 可还越护着他 若是 眼下有一事 唯你不可